可以把 格式化部分日期格式化部分用dateformat直接来用 他可以直接实作 所以这样可以减减少我们宣告物件的麻烦 再加加上一个回圈 另外你想说老师那那个date可不可以再简化 实际上你会发现date 他有地方第一个你要先import 第二个他在宣告 再来使用 那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其实你取得日期跟时间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是你可以 直接在那个system system底下的话你可以 点有没有点current 你就打一个cu current time minor有没有 其实呢这个 这个方法也可以取得现在系统的日期时间 而且因为他是system类别 那system类别他是在lag套件里面 那lag套件基本上不用import 他已经已经隐含了 已经预载在这个我们的类别里面 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再怎么做import 你会发现只要是lag开头这个套件里面的类别 全部 都不需要做import的动作 那不需要import的话呢 也就是说 第一个不需要import 第二个呢 他也不需要宣告 因为他已经隐含进来 所以呢也不需要宣告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只要放 这样 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取得什么 现在日期时间 OK 所以 更精简的话 甚至这边可不可以不用宣告了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边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得时间更简单 直接执行 按确定 那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 所以 总共我们会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 最冗长版本 这么冗长 当然这个是循序渐进的 这个是标标准的 Java写法 那第二个是简化什么 简化这个 我们 date format 格式化部分 第三个什么 再把date 改成那个 system.column time minus 所以会有三种写法 让它越写越简单 越写 所以最后的话 考试基本上如果抽到这一题的话 当然 这个国产 各位可以看状况了 反正三种写法 写出来都是有分数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好 感谢